鏡頭轉回到國內雷 看到在殲林前 溝雄一名機車騎士 因為無洲駕駛 而且九戶上路 遭到警方攔查 想說當時這個騎士是加速投意 一名小黃司機見狀 因此協助警方來追捕 結果和機車發生擦撞 幸好沒有大礙 而最終騎士也遭到警方逮捕 此外同樣在溝雄 還有另一名雙載騎士 同樣他也是無洲駕駛 看到遠景心虛逆向漏跑 結果因為自撞分隔島催車 同樣遭到逮捕 騎機車雙載的男女在路邊被警方攔查 騎士身上還散發著濃濃酒味 你是有認真嗎 有啦 你是有認真 這樣就是有啊 二十九號凌晨四點多 高雄中華三路上 有一名七十歲的黃姓男騎士 他騎車載著四十九歲的馮姓女子 因為女子沒有戴安全帽 被巡邏遠景鳴堤市井停車 沒想到男子卻催油門落跑 一名小黃司機建議勇為協助遠景追查 卻不小心和機車發生擦撞 幸好沒有受傷 黃姓騎士不僅先前因酒駕吊銷 而無照駕駛 且現場能有聞到黃南市上 散發濃厚酒味 隨機十四九測 九測值超過法定標準 後續依公共危險罪送辦 騎士因為酒駕吊銷駕照 卻還騎車上路被開罰四萬元 乘客也將處理六千到一萬五千元的連坐罰還 警方一路跟追一名落跑的男騎士 過程中對方自撞摔車跌落在分隔島 二十八號晚上十點多 高雄文信路與賭進街口 遠景正準備攔查沒有開機車頭燈的 四十七歲雙載成性騎士 但對方竟然掉頭逆向逃逸 失控摔車後被逮 除以違反公共危險罪嫌 將機車騎士送辦外 逆向行事闖紅燈 及危險駕駛等氣象違規 當場自單舉發 男子因為怕無詐駕駛被抓逃跑 最後卻因為大量的違規 最高恐怕將被處理總計新台幣 七萬七百元的罰還得不償失 接著說一天 強力國高雄報導